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直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 穿越百年咱的台语歌 台语百年歌曲音乐会 计划于2023年2月18日及19日 在桃园展演中心登场 图有纪录霞 刘福柱 文湘 朱海军 董事长乐团等卡斯外 更找来金曲歌后曹亚文 及金曲歌王许富凯 分别担任当月18日及19日压轴演出 不过曹亚文谈及近况 自曝近期身体不舒服 更直言想要好好休息 曹亚文是台湾知名歌手 曾凭借亚洲新人歌唱大赛 超级星光大道被人熟知 不少网友表示很喜欢他独特的嗓音 爱唱歌的曹亚文虽然工作态度是顺其自然 但为筹备新专辑投入许多心力 真的蛮累的 加上最近身体危样不舒服 可能在暗示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还表示自己2023年首要目标就是好好保养身体 另外他也想多花点时间陪家人 更计划带爸妈出国玩 同时也让自己看看不同的世界 2023年年假较长 曹亚文提前安排家族旅行 带着爸妈、舅舅一家 以及爸妈朋友一行十多人到花莲玩 从订民宿、安排餐厅都由他一手包办 看大家玩得很开心 他也觉得放假工作休息 好像还蛮舒服的 这次桃园音乐会将与多位音乐前辈们同场演出 曹亚文表示 每一次有机会参与前辈们合作的活动 都会格外的小心 莫名其妙涌上压力 明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心里还是会默默的紧张 因为觉得前辈们都非常厉害 也很自身 身为后辈的我们 当然也要用尽力量来传承台语歌 并期盼能获得前辈们的肯定 赖慧如2022年11月9日受邀出席活动 她的闺蜜曹亚文日前遭报已密婚7年 曹亚文随即发出声明表示 不实谣言 2022年12月13日 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亮相外 她当月17日在新竹市感恩祭感恩晚会演出 提前陪伴歌迷欢度耶诞佳节 2022新竹市感恩祭感恩晚会 迈入第8个年头 计划于12月17日新竹市府前广场盛大开唱 演出从晚间6点半正式展开 当天下午2点至8点将有吃货集市Foldy Festival 打造旧酱吃旧酱玩旧酱送三大主题 让大小朋友感受幸福氛围 曹亚文表示 现在渐渐解风 活动也开始复苏 可以常跟大家见面表演 很开心 她预告当晚都是唱自己的创作 透过歌声来祝福大家 她另分享对于新竹印象 风真的很大 每次来新竹表演都要把头发绑干净 不然光剥掉粘在脸上的头发就不用唱歌 觉得和我的家乡台南有点像 步调都是比较悠闲 适合放松心情 她分享新专辑进度以及新年愿望 透露会在年底前推出 这次会有一些跟上一章专辑不大相同的风格 反正就是用力玩音乐就对了 可能年纪渐长 现在的愿望都是走佛系路线 人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曹雅文的闺蜜赖慧如 被问到曹雅文密婚七年之说 她们平常很常私约聚会 都没有听过结婚这两个字 并坦言有送上关心 还有约曹雅文出来见面 不过赖慧如因为正在忙拍戏 当天突然来不及参加聚会 我不是那种八卦型 只在乎她心情有没有受影响 赖慧如还提到 曹雅文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体重也变瘦不少 她真的很惨 写歌压力很大 大家不要再斩她的桃花 她私下常向曹雅文诉说感情近况 但从没看过曹雅文的对象 也没听说过结婚的事情 甚至两人之前承诺相约 若对方结婚要包台币六万的红包 但大红包目前也都没有送出 赖慧如当时和国标舞老师男友刘家明稳定交往中 会想再婚收到六万元红包 她笑说 有一次就不要再第二次 现阶段真的不会想 办婚礼很累 现阶段好好的互相陪伴 家人最重要 2022年11月台语歌王许富凯拥有高人气 接下施德私处网络商城年度代言人 当月29日 她化身帅气店长 现身实体餐厅为品牌造势 现场还学习制作紫玉金星狮子头 平时厨艺颇有涉略的她 看来还颇有架势 被问到曾与她传出万年绯闻的曹雅文 被曝已婚七年 目前与老公分居中 对此许富凯表示 自己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的 有感到很惊讶 毕竟认识对方十多年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许富凯也笑说 曹雅文一直让她觉得很神秘 再加上自己本身又很宅 所以不太关心这种事 更坦言 自己上次跟曹雅文碰面 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 也对于自己跟曹雅文的万年绯闻 对对方很不好意思 透露自己有跟对方道过歉 因为自认断了对方很多讨花 曹雅文2017年曾以专辑思念的歌 拿下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出道十年时 她自立门户组好文音乐 并推出专辑资本 再摘下第二作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曹雅文日前 与DJ Michael 林哲仪合创新歌《感无感》 谈及自己的恋爱观 更把最爱的恐怖片及《无毒元素》 写进歌里 笑称是展现爱你爱到杀死你的另类感情观 她也预告已经在筹备全新台语专辑 预计2022年底推出 被问到感情观 曹雅文表示 暂时没有想谈恋爱的冲动 我的姐妹分享感情的事 我都一头雾水 无法想象感情中痛苦的感觉 曹雅文多次参与同志大游行 她大方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曾交过两任女友 更笑说 理想型是女型少与威 看起来清纯又有一丝妩媚 曹雅文最后也鼓励大家 勇敢追爱 曾拿下两座金曲讲台语歌后的创作才女曹雅文 多年来感情世界沉迷 仅和金曲歌王许富凯常年传绯闻 不过双方双双否认 先前大港开唱时 曹雅文还大方出柜 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交往过两任女友 没想到2022年11月8日竟被周刊爆料 她早在30岁前就已密婚 而老公则同样是台南人 当年就是在歌唱比赛中相识 进而交往结婚 对此TVBS新闻网询问曹雅文经纪人 尚未得到回应 根据《镜周刊》报道 曹雅文被曝出早在七八年前就和圈外老公结婚 为了维护形象 充事业 圈内人几乎都不知道她已婚消息 婚后老公待在台南 曹雅文则摆上打拼 两人处于分居状态 不过两人会常一起参与庙会活动 曹雅文也被人劝说多留点时间给婚姻 还曾传出因聚少离多婚姻亮起红灯 据知情人士透露 曹雅文老公当年参加歌唱比赛 很遗憾没有被经纪公司选中 于是无奈只能回到老家找了份工作维持生计 如此一来养家糊口的重任就落在了曹雅文的身上 平时除了工作外还要兼顾家庭 可以说是身心疲惫 因此与老公发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据说曹雅文身边的所有好友都知道他已经结婚的消息 朋友们还多次劝他抽出时间陪陪丈夫 只是工作忙碌 的确处于长期分居状态 当时隐婚事情被曝光了 当事人还没有出来做出回应 有记者就此联系到曹雅文的经纪人 对方目前也是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这则隐婚传闻 事实上 曹雅文长年以来都因和许富凯被公司包装成金童玉女 所以早已在粉丝心中是CP 此时两人绯闻纠缠了十多年 在两人各自出来创公司后 似乎也已经淡掉 曹雅文更在大港开场 自报是男女同吃 被问及喜欢的类型 曹雅文直言喜欢清纯 像是邵宇薇那类型 可以清纯又可以带一点点性感 只是没想到却爆出已经结婚 对于曹雅文已婚消息 经纪人仅回复周刊 会再跟雅文确认 曹雅文与许富凯有许多暧昧情 被不少粉丝十分看好 喊话二人真的在一起 不过2021年9月份被爆出 曹雅文与张三理事团长张三走得很近 甚至由张三经营的 安乐茂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竟悄悄换成了曹雅文 对此 曹雅文上月出席活动时 急撇绯闻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 曹雅文录音时想吐 遭怀疑是怀孕前兆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曹雅文透露 当时在筹备资本专辑时 身兼制作人每天都泡在录音间 压力非常大 我真的是一度压力大到 他们都在吃饭 一闻到吃的我就想吐 但经纪人又怕他没吃东西 会伤到身体 没想到曹雅文一喝口鱼汤 马上跑去吐 结果工作人员看到 误以为是怀孕了 笑说你该不会是有了吧 好在录完音 拍摄MV等行程全都完成后 曹雅文想吐的情况彻底消失 真的是隔天立马大吃大喝 有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曹雅文意识到 原来压力会让身体状况变差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隔天马上就好了 终于这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然后突然就没事了 由此可见 曹雅文为了这张作品忙得焦头烂额 有替他高兴这一切的付出 都化为甜美的果实 还在2021年拿下台语金曲歌后的宝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